陆老师 在场上你们 至始至终所有的对话 都没有那种咬着后槽牙的那种咒骂的感觉 好像还是彼此顾忌对方的面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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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们说的对吧 心里有个坎没过去 还都是爱的 不爱也就不在乎了 你爱干嘛干嘛去 对吧 两个人也还都是想把家里的日子过好 对不对 所以他才着急说 哎呀你不能这么干 你这个家伙你不懂 我必须这么干 对不对 怎么办呢 做事慢慢拍 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以后在家里 就是在当着外人的时候 多给他的一些面子 家里的事 共同商量一下 好好地过吧 好吗 还压抑吗 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呢 你这样 你直接去 亲他一下 然后回来你就不压抑了 试一下 需要 勇敢一点 最后听听他们能说出什么话来 一起进入黄金60年